欢迎来到石川县 隐藏在日本北路的宝藏旅游地区 由于过去不追求军备的成长 而是投注文化艺术的历史 让石川县保留了许多传统公寓 与传统的生活方式 特殊的饮食文化 除了保留了传统日式建筑 还有新世代的当地艺术与建筑 值得大家细细品尝 除了已经很有名的金泽地区 江陵的能登、珠洲、嘉赫、小松 都值得一去哦 让我们来跟着石川县官方一起深度旅游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徐文姿 今天呢我们一样在石川 然后要去珠洲玩 石川呢就是金泽的那个县 所以像上一支一片去的能登 跟珠洲 还有嘉赫、小松 都是在石川县的珠洲 主要是要去奥能登国际艺术界 他们是三年一次 经历了疫情跟隔离之后 他们还是想要透过艺术作品 重新建立人与人 还有人与土地的连结 奥能登国际艺术界 这次总共会有来自14个国家 和地区的59座作品 座落在整个珠洲内 到了一个道之翼 也是一个休息站 这个是珠洲盐田村 可以参观盐的制成 哇塞 景色真好 还有盐的参观的地方 他们这边的治盐比较特别一点 海的盐巴只有3%左右 但是他们会早上5点的时候 就把海平均撒在这边 然后现在下午1点半了 他们现在就是把上面 有盐巴的沙子集中在一起 听说最后会变成5倍的浓度 更有效率 很厉害 浮屋 我现在在奥能登艺术节的第一个展点 珠洲市立清水保育所 就是这原本其实是一个小学幼稚园 但是后来荒废了 他就再度利用 变成一个艺术展区的感觉了 里面长这样子 是超久以前的小学跟幼稚园 好可爱 这是第一届就有的展品 它保存到现在 保存得超好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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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一种荣耗其重的感觉 超酷的 搬运时间之船 就在盐田村的旁边 一直在感受生育时的盐田千村 和濱临消失危机的 珠洲市阳斌市盐田 感受到了和自己的连结 毛线是盐田千村经典的作品风格 据说是因为毛线纠缠 锻炼 风景的特质 对艺术家来说也很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剪不断 离还乱 是不是也很像复杂的人生呢 珠洲这边好山好水好海 听得到各种蝉鸟叫声吗 花 然后海 超美丽的耶 我也想要在这边定居的感觉 很多参展的艺术家都会来这边短居一阵子后 再把感受到的想法 把经验转换成艺术作品 我们一直在移动 是因为奥能登国际艺术节的艺术作品 它是坐落在整个珠洲市的小镇 不是像一般博物馆是集中在一个地方的 所以你可以一边观赏艺术作品 然后一边慢慢的认识这个小镇 的历史跟文化 因为会推荐大家自驾来 可能会更方便 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珠洲剧场博物馆去年获得了日本空间赏 里面的东西都是游走 也就是仓库、收藏品 收集而来的装机艺术 有许多古老的民间日用品 看似日常的物品 经过了时间的沉淀 变成了有文化价值的账宝库 有时候也会有舞台剧在这边表演 今年也为了艺术节 规划了融合海景的咖啡厅在外面 这边是十字哪里馆 是一个道之意 也是休息站哦 这个就是整个十字 珠洲市的地图 然后我们就从这边走走走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休息站 走走走走走走走 现在到了这边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走走走走 走下来 这是这一个区域 金泽的话这个很下面 然后我们昨天住在七尾这边的家后屋 然后我们就上来这边玩 这样子 这边眼前是火事站哦 二十年前的时候被除了 听说里面卖了很多当地的特产品 我最爱这种地方 把它继续买点吃的 好玩的 可爱的 漂亮的 里面就像这样有很多当地的特产 海带牙 还有珠洲的盐是它们的特色 谢谢 いただきます 好吃 就是在甜的东西里面加盐巴 就会变更好吃的那种道理 嗯 就不会死甜 很好吃耶 这边特别的レモン饮料水 它是没有气泡的 这边的人推荐 清爽不辣 这是日本这边的蒜头 好酷喔 好酷喔 那好不一样 这边焖着吃就酱甜甜甜的 嗯 对吗 它说这一个蒜头 要拿去烤啊 然后会像那个栗子一样 很甜又好吃 嗯 すごい 大家喜欢吃烤蒜头吗 我超喜欢 我觉得很好吃 这边是一支 珠洲的方言饼干 就是奶奶会讲的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 不客气 那这个 这是鱼尾助持 嗯 啊 拿去烘的 拿来 拿来 很良的 这边认识 很严肥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柿子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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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使用的方言 不可以 奶奶在用的 很有趣欸 這邊有很多有趣的代替食品 這是專門用魚的醬油 然後這是魚 有魷魚在裡面的醬油 這是用米做的糖 有點像麥芽糖 但是米的版本 這全部都是裡面沒有任何的糖 然後這裡也是米糖的 快快的 也可以入菜也可以直接吃 這是鹹羊羹耶 超漂亮的味道 然後裡面還有苦力 這是栗子 學到一個新字的 苦力 Suzuyaki Zuzo Sal 是這邊的特殊工藝 它這裡面有很多鐵 所以它保冰跟保熱的效果都很好 裝啤酒的話那個泡泡就一直在 還蠻推薦的 這裡是一個Hachikasaki的一個區域 然後它旁邊也有海水浴場 也有看到有人在露營 然後這邊也有小木屋可以租 然後那邊就是海 超漂亮的 後面這邊就是台灣人的作品預定地 豪華朗基工是來自台灣的藝術團隊 因為我現在是7月來 然後澳能登藝術節是9月23才會開始 所以現在只有預定地而已 我會用這個能登瓦來做創作 他們作品跟諸洲的文化歷史都會有一點相關 今天跟昨天開車看都會看到這個能登半島這邊 有很多這個能登瓦 就每個人的 房子上面都是這種磚瓦的 然後斜斜 然後都幼幼亮亮的 好像是因為能登這邊的氣候 比較激烈一點 就是冬天會刮到大風 然後可能會有大雪 這種他們的工藝技藝的瓦可以處理住這樣 澳能登國技藝術節讓我想到 他們三年舉辦一次 2017辦的時候 2020辦要辦 但是因為遇到疫情 所以就改到2021辦 就讓我想到我那時候也是 疫情的時候 完全沒有辦法做我想做的事情 2020我就想要去還日本了 但是直到2022 疫情結束之後 我才能去完成我想做的事情 我就一直覺得我的時間 消失了兩年 我就突然長了兩歲的感覺 所以因為這樣我就覺得 我現在想做什麼 就一定要馬上去做 一邊做一邊體驗 一邊去理解自己 一邊去感受自己喜不喜歡 適不適合 比一直在那邊想 然後到最後後悔還要好 我寧願就是試試看 就還好那也沒關係 但我也不喜歡 我也不想要 走了之後一直在想 那個到底是什麼味道的感覺 我同時也學到一件事 就是這邊的藝術家 都會在這個 諸州這個城鎮這個村落 生活一段時間嘛 然後用這邊的特色 用這邊得到的養分 去創作他們的藝術作品 其實Youtuber也是耶 為是好好的旅遊 或是好好的生活之後 才能做出有用跟好的作品 與其一直待在家裡想 還不如先走出來看看 先走出來試試看的感覺 有點那種 讀萬捐書不如行萬禮入 覺得只要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開拓眼界 一定會得到東西 也會成為生命的養分 就算你當下覺得很痛苦 或是你會想說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但你之後一定會用到 一定會在你的人生加分的 在諸州住的飯店是 諸州海邊飯店 坐落在諸州的右半邊 也就在台灣人藝術品的 同一個海灘區域 是個很寧靜的地方 行李架 保險櫃 洗澡的地方 有一邊可以看海 一邊泡灘的設施 也有桑拿可以食用 還有游泳池玩樂的設施 附近都是大海和樹林 是一個靜密單純 可以好好放鬆的度假地方 晚餐呢 是日本傳統古民宅 表流而成的點注 提供當地特色料理 有新鮮的海鮮 還有能登牛 以石川縣當地特色工藝 酒骨燒的瓷器作為擺盤 可以一邊品嘗一邊欣賞 深處還有前面提到的 可以參觀 裡面展示著收藏品 還有藝術品 甚至還有非常久遠以前的帳本 這是免費可以觀看的嗎? 今天這個鹽田村 是我們諸州的最後一站了 這邊其實也是世界文化遺產 因為還保留著那個古老的手工自演方式 但是因為2023、5月的時候 發生了能登大地震 JR停使 然後很多房子倒塌 還有因為疫情 所以這邊的自然觀光 暫停了一陣子 但是這邊的居民 還是非常努力地整理江源 努力地從天戰中回復 這次的奧能登國際藝術節 也是在地居民凝聚起來 充滿活力的呈現 除了美麗的風景 大家一定要來這邊才看得到之外 這邊的海真的是 眼睛看到跟拍起來一樣藍 超級厲害 那我們第二支實穿影片就到這邊囉 這邊真的很適合大家一起開車 然後一邊晃晃 一邊看看留著這邊 一邊小售海邊的午餐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